文財經紀委員長 教委委員長 這就是不理事民生活的問題 這就是他們的問題 你現在才來補獲什麼叫做因緣 我們做了這麼多年的功夫 你都沒有去工作 我們這些街坊都已經搞他們做 正所謂勞生勞力是義務 現在變成了政府主導 現在是局長出來插著他做的 就是就著反對市建局 著巢溝漸式的假保育 要求這個保育來東街原有的網絡及這個特色 我們是先有這個印刷 後有起帖 這條街原本的運作就是互相協助做起帖的 如果是沒有了做印刷的幫忙 某些工序根本就是不能夠經營 根本舊有的街坊就做不到 原本利東街傳發印刷 我們以前就是靠互相的協助成本大大減低 才可以接到某些生意 如果只有這個起帖又沒有印刷 我們是沒有辦法經營的 這個就是利東街的智成唐金的印刷公司 所提供我們的消息了 對於市建局 再日發表利東街的因緣這個發展計劃 我們認為 全然是一個商業的邏輯 賺到盡的態度 以一個主題的商場 來企圖假扮這個起帖街社區的網絡 H15關注 早認為 這種規劃完全是偏離了市區重建策略 中所列明的市區重建的主要目標 保存社區網絡和這個地區特色 還想透過這種假的保育去蒙混過關 贏得公眾的掌聲 實在是欺騙公眾的行為 幾點我們可以講一下 就是關於這個主題商場 就企圖假扮這個起帖街和這個社區的特色 另外就是在這個保存這個社區的網絡裏面 就不是重新打造這個社區的網絡 還有一點就是 握殺小本經營者 搶掠文化的資本 就有二十幾個商戶 就是二十幾個商戶 我們這些街人的方法 都是互相協調地做的 就好像可以說 一條龍的父母 就好像是他們來做請貼 就很多做印刷那部 印刷那部 印刷那部 他就是要印照下去 或者他要做一些 又要做一些印刷 又要做一些燙金 這樣做的 我們變了來說 就需要印刷和燙金協助 協助協助 協助才做一件事 一個曾美的請貼 就不是說 就是放一張桌子下來 接生意就可以的 而且我們要很多 跟客人設計 還有客人設計 可能有設計來表我們 我們需要有機器跟他印刷 那麼我們在利東街的商戶 那麼多間 全部都是自己印的 即不是發的命令 拿去大陸 拿去哪個部門去印 而且每一間都是 一手一角跟客戶做的 二十多間都是 都是有自己的工廠 工廠大多數都在香港 好像我們這樣 一直都是前舖後廠的 我們做了二十多年來 都是這樣做的 港大市民都很喜歡 我們這個模式這樣做的 所以利東街 為什麼這麼起名呢 就是由我們這班商戶 經歷了這麼多年 想人成的一個商業的價值 就不是好像士英哥現在說 我現在整個姻元街 他又多好啊 他將我們所這麼艱難 更人了幾十年 他人在那種商機 他重新包裝 就整個姻元街 你以前就說是 是貨後廠印的 現在他那個姻元那個 就沒有了 就只是一間鋪給你們 是啊 那影響會怎樣呢 是不是變了 你們要另外再租個地方印東西 是啊 我們現在這些東西 都是另外找地方印的 代印刷來講 是沒有意義的 當然啦 姻元來講 他代他有好處 為什麼他有好處呢 租金貴嘛 因為他印賞 和賣餅 那些可以高消費 我們印刷是低消費 我們印刷是低消費 他一個命令引上 二萬多人 我們一個命令幾百元 那他用幾萬租 十萬八萬租 我們怎麼租得起 他有沒有講 我現在都會幾次 沒有講 市值 但是最重要的 我要補充一下 這個印刷的原因 在利東街的重要原因 就是 配合這個屋遇條例 1973年之前入伍的話 就可以容許有製作的機器 要可以開摩打 但是如果現在拆了這個堂樓的部分 再搞這個商場 就根本是沒有意思的了 不可以再放了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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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一點 我們現在還在爭取 這個堂樓要保留在這裡 要保留這個堂樓的原意 都是為了這個生存的空間 這個堂樓很重要的 跌8至70%的 剛好工資 跌了70%的 跌了70%的 對呀跌了70%的 現在都是 沒有錢賺的 那你現在在哪裏 下面是不是 即不是廠來的 不是廠 是呀 是呀 我們這間廠不是 工是九龍的 那你現在呢 就是去了九龍那裏 因為九龍那裏 我們已經租便宜了 那 那你現在分開了2個地上去 這個堂樓 然後印刷 成本又大了 對呀 所以成本大了 還有呢 那些人呢 就是做的事呢 變成了來講 協調不到 就好像我們接這些命令 那樣 就是要這樣印的 那可能那些師傅 領為不到我們寫的東西下去 那以前我們前不後才不同了 那些師傅立刻可以問我們了 怎樣印 那其實他能不印的東西 那樣 一看他擺錯色 我們立刻可以 就是告訴你 是這樣不對的 那樣 所以就是這樣起貨 我又快些 客人又比較喜歡 就是很少做錯事 因為是這麼近 就是大家的溝通會更密 是好些 對呀 呀呀呀呀 謝謝大家 Ed matters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們因為 ở哪裡 對 Dark 謝謝 não 就很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